明天的国庆大典会有不少精彩的表演 连续假期当中 大家也期待能够外出旅游 但是气象局提醒 有可能会出现局部阵雨 记得带雨具 猫猫系中博力市大人 维持总统府周边交通管制 双十国庆周六登场 气象局提醒民众要外出看国庆表演 记得攜带雨具 明天封面的位置离我们就比较远了 所以明天最主要还有东北风的影响 再加上台湾上方 其实水气都还是比较偏多 在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银封面 还是会有云量比较多 也会有一些短暂雨 虽然封面难移 但持续受到东北风影响 不过国庆日气温会稍微回升 北部东北部地区可回升到26到28度 中南部地区则可到31度左右 到了11号也就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 因为有干空气往南移动 所以台湾的西半部地区 在星期天开始就会恢复为多云道晴的天气 东半部还有山区可能偶尔还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 气象局表示10号开始天气逐渐回稳 若是想要出门看国庆表演 还得注意交管措施 从9号晚间10点到10号晚间8点 关闭捷运台大医院站1号以及4号出口 而总统府周边交通管制分成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9号早上10点到10号下午1点 第二阶段则是10号凌晨0点到下午1点 分范围管制人车进出 记得出面前查询管制路段 以免卡在路上错过精彩表演 有点TV三种周围自体特别报导